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计划 这场拍卖将于9月22日结束 图片来源 人民法院诉讼资产往被拍卖的股权包括 新乐视自家电子科技 田津有限公司中3124.53万元出资额的股权 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持有的猛公司2618.35万元出资额的股权 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持有的乐视影业北京有限公司21.8122%的股权 中心经纬客户端微信公众号JWIEW注意到 三场拍卖为官次数超1.5万次 收藏人数共16人 报名一人 尚无人报价 当前价为几拍价 据澎湃新闻报道 促成此次司法拍卖的申请执行人 分别是民生信托 中行信托和荣乘 其中 民生信托 中行信托申请执行 但是乐视控股 对乐融至今的所有支股 工商信息显示 乐视控股在2017年3月9日 将持有的乐融至今3124.53万人 出资额质要给中国民生信托 在2017年3月13日 将持有的乐融至今2618.35万人 出资额质要给中行信托 对于乐视影业而言 目前荣创持有乐视影业21%股权 如果荣创这次接受乐视控股被拍卖的21.81%股权 持股比例将达到42.81% 几乎可以实现绝对控股 另外 新京报消息称 根据标达详情客支 乐视控股只有的新乐视之家 3124.53万人 出资额质要换了持股比例10% 其评估值为18724.33万 也就是说新乐视之家 当前的估值约位是8.72亿元 而今年4月9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57次会议审议 关于新乐视之家电子科技 天津有限公司增资计划的意义 新乐视之家将按照90亿估值以现金及债权增资 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 照此计算 新乐视之家的估值在5个月的时间里 蒸发了79.2% 乐视网9月19日公告表示 21日的拍卖导致公司存在失去对控股质公司控制权的风险 此外 假月停所有股票质押是回购交易 以触及协议约定的平仓线 且假月停所有股票质押是回购交易均以违约 假月停使用公司股票的处置进度一定程度受其股票质押 动机状态的影响 从而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中的风险 中心经纬APP 关注中心经纬微信公众号